汉武帝生前策立过两位皇后,元后陈氏就是金乌藏娇故事的主角,因乌谷被废,而继后为子夫是魏清的姐姐,或去病的姨母,因乌谷连累绝望自尽。继承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刘芙玲,她的母亲并非皇后,而是武帝身边另一位重要女子,也就是著名的勾异夫人赵氏,因为刘芙玲被策立为储君,勾异夫人被武帝刘子驱母赐死。 勾异夫人赵氏入宫的时候,魏子夫尚且还稳坐交房店,赵氏的入宫充满得离奇色彩,据说是因为武帝寻姓和坚果的时候,有方是说这里有其女子,最终找到了赵氏,献给了武帝。 赵氏面见武帝的时候才十多岁,其双拳紧握,捏着一个小鱼钩,因此被称作全妇人,武帝将其带回宫里居住在甘泉宫,称勾异夫人,非常宠爱,不久后就生下了武帝幼子刘芙玲。 关于赵氏入宫的故事,后世通常认为是因为有人从中想要讨好武帝,尤其是赵氏的父亲曾受罚被冲入宫廷为内侍,有这方面的动机,但无论如何,赵氏的确很得武帝宠爱。 就在刘芙玲降生后第四年,汉朝著名的巫谷之祸爆发,朱连霍杰牵扯极广,太子刘矩与其母亲魏子夫,还有魏氏一族大多数人,都在这场大祸之中丢了性命。 刘矩自尽之后,武帝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策立太子,因为刘彻其他的儿子实在也不怎么样,燕王刘旦意图不轨,广陵王刘须荒唐无度,剩下的也就是李夫人生的刘伯与赵氏生的刘芙玲。 比来比去,刘彻认为小儿子刘芙玲聪明而且身体健康,与自己小时候酷似,而且刘伯此前有前朝外妻意图拥立,武帝身以为继,因此武帝决定,策立刘芙玲为新的太子。 新的问题随即而来,刘芙玲那时候非常年幼,而他的母亲勾异夫人还很年轻,汉朝极其尊崇孝道,新帝登基之后太后垂帘监管,那也是符合汉朝规矩的, 这也成了汉朝多外妻干政的原因。 在汉朝刚建立的时候,刘邦的皇后吕之就临朝称制,虽然吕后功勋卓越,但他聘机私沉,差点弄得吕家取代了刘家天下,这让后来的汉朝皇帝很害怕,尤其汉武帝这样的皇帝。 不仅如此,汉武帝自己的母亲王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,当年武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储君,并且顺利登基,王太后的功劳非同一般,武帝对母亲既是感激,却也非常后怕。 对武帝而言,刘复林倘若年幼登基,那么朝堂大权自然就会落入他那年轻母亲赵氏的手中,赵氏年轻双居,要是像当年秦惠文王的米八子那样,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,不得不防。 从相关的记载来看,勾异夫人在武帝时期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,她一直老老实实本本愤愤做着她的宠妃,但这既可能是她聪明的地方,却也可能是武帝非常忌惮她的地方。 勾异夫人如果是个胸无城府之人,那么这样的人实在是很容易被前朝全臣利用,何况勾异夫人美貌又年轻,自然不甘寂寞,到时候大汉朝的江山极有可能落入外姓之手, 这并非没有可能,除此之外还有个可能,那就是勾异夫人是个城府极深公于心计的人,但她的心思还是被武帝给看出来了,武帝就是因为看出了勾异夫人不是个省事儿的,所以要除掉她。 主少母状,皇权势必旁落于母后外妻手中,这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,武帝晚年极其多疑,本着宁网勿纵的原则,他也不可能放过勾异夫人,既然刘弗林要做皇帝, 那勾异夫人只能下皇权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